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有敬切 古语云 心浮气造者 一事无成 有的人一遇到急事就会乱了阵脚 在这种状态下 他们常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最后自然也难以妥善处理问题 真正厉害的人 即使遇到急事 也能够心平气和去面对 正是因为他们以平静的心态去面对问题 所以 他们考虑问题会更加全面 更加深刻 最终 他们往往能够拿出最妥善的解决方案 美灵大事有静气 不幸 精实无骨闲 很多时候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看似难以解决 其实并不难 真正阻碍我们的是我们的焦躁情绪 这种焦躁情绪 让我们难以看清问题的本质 难以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 于是 我们便妄扬心叹 感觉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 事实上 只要我们能够沉得下心 尽得下心 那么 问题的本质自然就显露出来了 办法也容易想得出来了 这便是急躁的心态 限制了我们的智慧 第二 做事硬气 孟子中说 人有不为也 而后可以有为 做人 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则与底线 一个人 如果失去了原则与底线 又如何能够在这世间立足呢 原则与底线 看似是在维护他人的利益 实则也是在保护自己 孟子说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魏大丈夫 面对诱惑 能够时刻牢记心中的原则 坚决拒绝 不也是一份刚强吗 东汉时期 杨镇路过昌义县 当时的昌义县县令 王密是杨镇提携的 夜晚 王密怀揣黄金石金 欲赠予杨镇 杨镇说 我了解你 你却不了解我 这是为什么呢 王密回答 晚上没有人知道 杨镇回答 天知 地知 你知 我知 怎么是无人知呢 王密羞愧离开 面对诱惑 舍得下人情 扛得住心中欲望 也是一份难得的硬气 孟子说 无善养无浩然之气 这份浩然之气 智大智刚 以道义养之 则可充斥天地之间 有了这份浩然之气 则无所畏惧 正是凭着这份浩然之气 这份智大智刚的硬气 正义才得以被彰显 弱者才得以被保护 第三 做人大窃 古语云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一个人 如果面对别人的无心之失 总是斤斤计较 念念不忘 那么 是难以获得众人的支持的 春秋时期 秦木公丢失了一匹心爱的骏马 被骑山脚下的村民发现 三百多人分吃了 官吏打算处罚这些人 秦木公却说道 君子不应畜生而杀人 我听说单吃马肉 却不喝酒会伤害身体的 于是 秦木公不仅赦免了村民 还下令赐酒给村民 一年后 秦国与晋国交战 秦国失利 秦木公被围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出现了一伙三百多人的队伍 奋力死战 竟然改变了战场形势 最终战胜了晋国 并且俘虏了晋惠公 后来才知道 这伙人 正是吃马肉 被赦免的村民 成大事者 做人必大器 能够容得下别人的过错 不仅是在善待别人 更是在为自己种善因 有的人 总是习惯排斥 与自己不同的人 如此做法 必然会处处树敌 真正厉害的人 必然是大度能容 对于别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 能够心存尊重 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份大器 所以 他们能够得到众人的喜欢与拥护 人生路漫漫 心有静气 则处事不慌 做事硬气 则站得稳 做人大器 则行得远 愿你我 都能守住这三种气 与君共勉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很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你会喜欢 节目分享的内容 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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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